土豆说,中国和你谈条件的时候,你最好第一次就答应,因为第一次的条件是最好的。 关注土豆,今天就和大家聊聊,这就是左右横跳的代价。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,大家一起交流。 好了,长按点赞,我们接着看。 一个坏土豆作品,播讲张佳琪。 在全球博弈的大环境下,琪强往往是很多中小国家的最优解,来回横跳,左右逢源,获取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。 一直以来,只要不死站队或者像马克思政府那样无脑倒向美国,中国对琪强的国家态度是宽容的。 毕竟现在还没有到中美掀桌子的时候,但是琪强也是有限度的,也需要不断判断局势的变化,而不是漫天要价贪得无厌,尤其需要审时夺势。 如果误判了形势,琪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这就好比1945年的时候,有的人判断不了未来的局面,琪强也就齐了。 但是如果到了1949年,我军已经势如破竹,百万大军过长江了,这个时候还想骑墙,那就是蠢了。 这就是左右横跳,都跳错了方向。 一直以来,全球的骑墙派里两个国家玩得最溜,一个是土耳其,一个是越南。 谁都不轻易得罪,像谁都想要好处。 中美博弈不站队,俄乌冲突也不站队,尤其是越南。 趁着中美博弈,向中美双方都可以要好处。 越南不站队,当然不是因为越南爱中国,而是美国实在给不出让越南行动的条件来。 美国一直想拉拢东盟,围堵中国,但确实拿不出好处来。 2022年5月的时候,美国召集东盟开会,各国兴冲冲地跑过去了。 美国说,只要你们听我的话,对抗中国,我就给你们钱。 接着,美国公布了和东盟的合作方案,一共承诺投资1.5亿美元。 看了这个条件,东盟勃然大怒。 当时,越南官员在中期休会期间,有一段聊天被人拍了下来,发到互联网上。 越南的意思是说,TMD,想让我出力帮你对抗中国,还舍不得给好处,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。 1.5亿美元,平摊到十个东盟国家,平均一个国家分一千万美元,这还不是白给,只是投资,还带政治条件。 其实,美国不是不想给,是每年入不敷出,政府都恨不得要停摆,是真的没钱给。 中越贸易额,一年可以达到近一千亿美元,美国给了万分之一,说你只要不和中国好,我就给你一千万。 越南恼羞成怒,说你这是拿我当傻X呀。 事实上,中美博弈,越南已经拿到大好处了。 2018年,特朗普发动贸易战,越南左右逢源,正的盆满钵满,出口到现在激增了71%,而且吸收了大量的产能,国家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。 这里面,有相当多的程度,事实上是中国在进行扶植,因为觉得越南还算有些颜色的,仅在今年的前五个月,光电力就向越南输送了8.2亿千瓦时, 否则越南的工业相当多都要停摆。 越南就感激了一年,但马上就开始恃宠而骄,越来越觉得自己亏了。 越南说,你看美国,老在拉拢我,你居然才给我这么点好处,这太少了。 从去年开始,马克思成为了美国的冲锋犬,在南海疯狂地挑事,尽管最后被一顿胖揍,但是越南看了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 越南说,你看我多老实,多长时间没找你麻烦了,你是不是要多给我点好处啊? 你要不给我好处,我就去学菲律宾,看你怕不怕。 这一周就是学的美国,没有筹码,越南就想创造筹码。 从七月份开始,越南开始不安分了。 首先,在没有和中国协商和同意的前提下,单方面向联合国递交了越南版的南海外大陆架化解案。 接着就联合菲律宾搞了军事演习,然后又和美国动作不断,正式宣布与美国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 这就是开始给中国上眼药了,那越南是要导向美国吗? 这还真不是,越南没那么蠢,他也知道美国给不了他什么。 越南和菲律宾也不一样,马克思是因为手里的几百亿美元都被美国捏在手里, 所以乖乖地听美国的公然出卖国家利益。 越南是在向中国递化,或者说是在试探底线。 越南说,你赶紧多给点好处给我,否则我就去学菲律宾,我看你怎么办。 到时候我和菲律宾一起闹腾,有你头疼的。 我再简单点说,因为中美博弈,越南从中国身上拿到了十块钱的好处, 但是越南觉得不够,他觉得自己应该拿一千块钱, 你要不给他,他就闹给你看。 其实民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, 中国和你谈条件的时候,第一次你就最好答应, 否则以后你能拿到的越来越少。 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, 朕给你的就是你的,朕不给你,你不能抢。 越南显然见识少,或者说45年前中国给他上的课, 他又给忘记了,于是我们又给他上了一课。 中国说,十块钱你嫌少,那你就别挣这十块钱了。 就在越南等好处的时候,隔壁的柬埔寨双喜临门。 首先就是8月5号,柬埔寨宣告德崇福南运河正式开挖, 这是改变柬埔寨国运的大势。 柬埔寨欣喜若狂,全国放假一天,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。 这里我们要说说柬埔寨,1979年我们免费给越南上课, 就是因为越南想做中南小霸王入侵柬埔寨和老窝。 越南说,柬埔寨和老窝就是我的地盘啊, 当年我们都是一个国家,都是法国的殖民地, 就是法属印度支那。 越南的这个脑回路和印度是一样的, 就是认为我爸爸的都是我的。 于是,中国就开始教越南做人, 终于让越南改正了穷兵独武的毛病, 开始认真发展经济, 但越南骨子里是认为这两个国家就应该是它的地盘, 要不是中国在旁边,它早打过去了。 越南各种胁迫柬埔寨, 尤其是这里说到的德崇福南运河。 这条河柬埔寨早想修了,越南一直不让修, 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位于梅公河河畔, 梅公河发源于中国, 在中国境内叫蓝沧江, 在流经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之后, 在越南入海是东南亚第一长河, 由于在越南入海所以金边的河运, 必须要通过越南的港口出海。 于是越南就美滋滋啊, 所有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经运河出海的货物, 越南都要收高额的过路费, 越南光靠这个项目就赚保了, 仅仅每年向柬埔寨收取的各种相关费用就超过了20亿美元, 收的费用也远高于国际通行惯例, 就那么一点距离, 一个20尺的货柜就收费100美元, 40尺货柜就为200美元, 还一堆科捐杂税, 比如码头处理费用, 一个40尺货柜的费用为1200美元, 比如出口清关费用, 价格在220美元到250美元之间。 这简直就是在抢了, 要知道苏伊士运河都不敢这么收费, 柬埔寨苦不堪言, 货运成本是正常的三到四倍。 不仅如此, 越南还通过湄公河的货运, 一直在拿捏周边国家, 只要其他国家对越南不满, 越南就可以找理由限制他们的出口, 而其他国家就只能敢怒不敢言, 但是一旦这条运河开通, 那就不得了了。 以后这四个国家原本需要经河流运的货, 都无需经过越南, 可以直接从金边到白马港, 从柬埔寨就出海了。 不仅速度更快, 而且货运的效率提升了至少60%以上。 这下子越南就傻眼了, 它不仅要损失一大笔收入, 而且再也无法对其他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力了。 越南表示极度不满, 以破坏湄公和生态的理由加以反对。 在越南看来, 柬埔寨一向对自己唯唯诺诺, 只要自己不同意, 柬埔寨就不敢答应。 结果这次柬埔寨非常强硬, 干脆没搭理越南, 说你要有啥不满的, 就对湄公和生态委员会投诉去。 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计划挖运河了。 柬埔寨这次是志在必得, 首相马内形容德崇福南运河的建设, 柬埔寨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鼻子呼吸了。 整个国家一片欢腾, 以后不仅再也不用看越南的颜色了, 而且根据专家评估, 德崇福南运河未来投入运营后, 第一年将会为柬埔寨带来8800万美元的收入, 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每年5.7亿美元, 会带动柬埔寨经济高速发展。 那为啥柬埔寨这次这么强硬? 背后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, 但这次德崇福南运河由中国企业成建, 而且据说中国企业控股并参与管理, 这样一来, 美工和周边的国家都放心了, 大家都知道中国做事情公道, 绝对不会像越南那样坐地起价。 看到这个局面, 越南傻眼了, 接着又一个暴击来了, 而这又是柬埔寨的另一个喜讯。 泛亚铁路的计划可能有变, 本来越南一直认为自己是东南半岛的核心, 泛亚铁路的东线是作为主线经过越南在辐射柬埔寨, 但是修路这个事情上越南一直不配合, 而是和日本勾勾搭搭, 这里就要说一下越南的高铁了。 越南地势狭长, 南北跨度近2000公里, 两大人口聚集地河内和胡志明市距离遥远, 隔着高山河流等众多天然屏障, 使得越南南北的经济难以进一步融合。 现在越南的铁路还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破烂, 从河内到胡志明需要漫长的30多个小时, 越南可以说是修建高铁最理想的地方。 而中国也是越南最理想的高铁合作方, 中越之间的贸易额极大, 高铁可以进一步地提升双方经贸额, 促进旅游文化等项目的发展, 让双方都能够极大的获益。 但是越南却选择了日本, 选择日本的重要原因, 一是因为越南对中国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, 部分越南官员说如果越南的铁路和中国的铁路共轨, 那以后中国要打越南不就是分分钟的事? 这越南也是想瞎了心, 且不说我们看不上那个破地方, 况且就算真要打, 没有高铁打他们难道不是分分钟的事? 这干高铁啥事啊? 第三个是日本给了越南官员大笔的回扣。 2014年的3月, 日本NHK电视台披露了爆炸性新闻, 日本国家高速铁路公司公司账上 有一亿日元资金不知所踪, 经查发现这笔钱当中约有60% 流到了越南铁路部门高官口袋, 受此影响, 日本曾经有两年时间终止对越的政府开发援助, 理由是严重的腐败问题。 越南南北高铁规划的全长1567公里, 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, 2014年开工, 计划2035年前全线开通, 整个工程的报价是558亿美元, 比中国的报价高到天上去了。 日本说没事儿, 你没钱没关系, 我可以给你借, 当然条件我们要谈谈。 于是两边就开始磨,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, 原来说是明年开工, 结果现在连根毛都没见到。 到了去年, 东南亚真正的第一条高铁, 印尼亚万高铁开通了, 这条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龙, 全长142公里, 设计时速350公里, 最高可达到386公里, 碾压得日法。 越南高铁到现在规划了近24年, 屁都没搞出来, 而亚万高铁五年就竣工了。 看到这里, 越南是真急眼了, 越南从2001年就提出南北高铁, 到现在印尼的高铁都开始跑了, 自己还没影子, 越南都疾疯了。 之后, 越南官员先后五次跑中国, 就为了谈高铁的合作, 每次过来的时候, 几乎把所有和铁路相关的人员全部都叫过来了。 但是到现在还没完全确定, 为啥呢? 越南不仅给的钱少, 还要中国全面转让技术。 其实从底子上说, 还是我们刚说的问题。 中美博弈, 越南觉得自己可以左右横跳, 可以要价无限高。 越南说你答不答应啊, 你不答应我就去找日本了。 中国说你拉倒吧, 我可没时间等你。 中国和老挝的关系一直不错, 中老铁路早就修好了, 给老挝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生机。 不仅如此, 中国计划中老铁路与泰国联网, 形成一条绵长宏伟的中老泰铁路网, 这就是泛亚铁路的中线, 也就是未来的主线。 看到这个计划, 泰国欣喜若狂, 因为泰国本身临海, 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港口, 未来通过这条铁路线, 从泰国卸货, 直接通过铁路就能进入中国内陆。 这条铁路也给其他东南亚的国家打了个样板, 以此来吸引更多国家融入到咱们这个铁路规划之中。 早在2017年时,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达成泛亚铁路协定, 一共用三条, 西线经缅甸, 中线经柬埔寨, 东线经越南。 现在越南磨蹭要谈条件, 那就先修其他的路, 直接把中老铁路向柬埔寨延伸, 形成中老捡铁路, 未来由柬埔寨作为核心再延伸到泰国。 这对于柬埔寨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, 一条运河加上一条铁路, 可以说锁定了未来柬埔寨的高速发展之路, 这也是一带一路推进东南亚快速发展的最佳案例。 柬埔寨全力配合中国, 未来必然向工业化大幅度的迈进, 整个国家基建得到了根本性改善, 经济得到全面发展, 而越南呢, 河运保不住了, 铁路也搞不定了, 以后经过泛亚铁路, 经过越南的东线还修不修, 那就不知道了, 再等上三年, 柬埔寨到泰国的铁路都修好了, 越南还是啥都没有, 那怎么办, 找美国去? 美国自己一米的高铁都没有, 越南本想左右逢源, 想着坐地起架, 结果就搞了这么个结果, 其实多的话咱也不想说了, 就是这一次的操作, 拿越南打了个样, 告诉所有的国家最生动的案例, 中国和你谈条件的时候, 你最好第一次就同意, 因为第一次的条件是最好的, 还有就是, 朕给你的才是你的, 朕不给你, 你不能抢, 再有就是, 你要嫌十块钱赚少了, 那十块钱就别赚了, 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, 也是全球的唯一工业霸主和基建狂魔, 中国的牌真的是太多了, 越南想拿捏中国, 结果反而被拿捏得死死的, 找美国吗? 别说找了没用, 现在更不能找, 因为未来不知道是哈里斯, 还是特朗普当总统, 当年安倍就是因为败错了码头, 赌定希拉里要当总统, 结果被特朗普穿了四年的小鞋, 而且拜登还能给越南一千万美元, 要特朗普上台了, 特朗普恨不得倒过来, 找越南要一千万美元, 于是越南的领导人紧急跑到中国来了, 现在来不知道晚不晚, 但是我们刚说的两个道理, 现在越南一定是有了切身体会, 左右横跳, 有时候是聪明的, 但如果判断错了局势, 还想坐地起架, 那就是愚蠢的, 好了,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, 关注土豆, 点赞收藏不迷路, 精彩内容, 下期继续。